11月2日 第一财经报道称 近期中国多地对常态化核酸检测的收费政策进行调整 除了特定人群和特定情况之外 其他居民进行核酸检测均需自费 报道说 据不完全统计 包括贵州省贵阳市 碧杰市下属的 知金县以及湖南省岳阳市四川宜宾下属多个区县 甘肃 陆南和九泉以及广东惠州等多个城市 和县区均要求居民自费检测核酸 其中 湖南省岳阳市的常态化核酸采样 收费标准为每人次4元人民币 四川宜宾的核酸检测标准为每人次16元 混减每人次3.5元 甘肃9月份宣布核酸检测自费 标准为每人次16元 混减每人次4元 事实上 早在5月份的时候 四川朗中已经要求自费核酸检测 有网民就算了一笔账 拿3.5元一次来说 一家5口人假设72小时一次 一个月核酸支出就是175元 有多少个中国家庭能够长期支付这笔费用呢 另外核酸检测费用从270元降到了120元 再降到80元 再降到68元 如今是一路降到了4元人民币 价格是怎么定的 到底是谁在赚这笔国难财呢 中国卫健委的数据显示 截至2020年3月底 中国核酸检测医疗机构达到1.25万家 从业者超过了14.47万 在许多行业因疫情风控破产倒闭之际 中国检测机构却成为了最赚钱的行业 9月份的时候10家核酸检测上市公司公布2020年上半财年年报 10家公司总营收超过485亿元人民币 净利润超过162亿元 有的公司10天就净赚了一个亿 中国疫苗龙头科兴生物2021年的营收更是高达1280亿 净赚955亿元 日赚3.5亿 科兴商务子公司科兴中围2021年净赚820亿元 日赚2.21